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对她说 要不你不嫌弃的话 就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吧 于是我们就一起住了 小小美不但搬到了我们这里 还转校到了附近 也许对她来说 就好像是什么都重新开始了一样 其实小小美一开始还是比较腼腆的 后来就慢慢融入了我们 怎么说呢 我们在家的时候就是一个整体 别看我们没事总是喜欢绊绊嘴 但是感情就好的不能再好 在外面吧 也各有各的工作和生活 比如说我工作是一名医生 没有男朋友 对啊 我每天操心这操心那的 哪有什么男朋友啊 再怎么样也比大美好呀 你看那丫头 男朋友都换了好几次了 总是找一些不靠谱的 分了手就回家哭哭哭 真让人头疼 小美倒是好一点 找了一个店长做男朋友 长得确实不怎么低 但是人倒是挺好的 最近还让小小美加入了校队踢球 这让小丫头开心的 其实我们生活倒是很简单 小小美加入我们以后 只不过是更加热闹了一点 好吧我承认 我挺喜欢小小美的 她不像那两个石丫头一样 老是不让人省心 小小美很乖 踢球也很有天赋 她对我们的生活也很感兴趣 比如说她喜欢笑着看我们打浪 也喜欢安静地看着我给植物浇水 对了 我们俩的梅子酒 她也很喜欢 有一次她还喝多了 我们三姐妹就像花痴一样看着她 真可爱 当然了 我们也有不在一起的时候 也各有各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大美这傻缺吧 最近又被人甩了 不过倒是好 失恋的她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上了 每天认真跑起来业务 小小美呢 据说小家伙搬上一个小男生 有点小猫腻 不管她了 她开心就好 至于小美呢 她也没什么可讲的 她店长两个人可安爱了 那么我呢 其实我喜欢上了医院的一个男同事 而且她还结了婚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应该很讨厌这样的婚外情才是的 心里挺纠结的 而且最烦人的是 她好像也对我有意思 最近还说要和我一起去美国 然后和她的老婆离婚 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这又不是拍电影 大家还需要我照顾呢 没必要为了一点点喜欢就说走就走 而且过几天 我的母亲还要过来了 其实我的母亲和父亲离婚以后 也离开了我们 所以我一开始才说我们无父无母 我不但恨父亲 母亲我也是恨她的 她过来的时候 我都没怎么和她说话 小小美这几天也很尴尬 毕竟吧 她的母亲算起来也是我们母亲当初的第三者了 母亲在我们这几天留了几天就要走了 我们也短短的聊了几句 大概是因为看开了吧 我把做好的梅子酒送给她带回去 心里也原谅了她 小小美小美大美还有我 就这样在平淡的生活里一起度过 我们一起漫步在海滩上 是个最亲密的姐妹 我想生活就是这样 很美好不是吗 平淡也许才是真正最美好的 好了 我的故事也到这里了 其实也许比起其他故事 我的故事太过平淡 平淡的有点乏味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 我希望你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来有那么多电影情节 有的只是美好的日复一日 有的只有那些柴米油盐酱酥茶 下次我换个小段再和大家见面